我们今天来讲一点光源 像我们看到的这种画面 都有很多种不同颜色的光源 有黄色的 有冷色 有暖色 有又来寒色 然后又有阴影 像这种复杂的光源 基本上它处理的时候都有对应的关系 比如说这个冷光 它反射的就会在这里 这边的日光 绿色的它就反射在这里 白色的 粉色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画刀呢 去雕刻一些人的头型 这是我之前画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画刀 这个颜料放厚一点 你会看到它是厚涂的 我再把涂一点让你们看到 很厚了 然后呢你慢慢的推出一个人的形状 好 让它进去一点点 它的edge呢它就会很强 所以我们用edge的观念来处理一个远方的头 然后后面拉出来 因为它腹部很大 所以它拉出来它是一个雾状 它会马上跟背景融在一起 它不会很突兀 所以你可以推进去的时候呢 它不够颜料 白色不够的时候再刮一点 从外面推进去 像这个 然后都融合了以后 然后慢慢慢慢推 颜料不够的时候再厚一点 第二次再放进去 好了 现在够厚了 再把它推进去 推进去的时候呢 它的edge就会非常非常强烈 然后这个距离就会变远 因为后面是一个物状 然后呢它的强烈的edge 跟物状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这个呢 就创造了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edge是一个灵魂 为什么是个灵魂 因为它可以很小的一笔呢 创造很大的一个空间 好 然后把它做成物状 物状呢也很简单 就是把你的划刀摆平 尽量让它的 这种边缘 你们看到的边缘 edge当然也可以翻成边缘 但是它不是全部的意义 就好比说我常常讲的 大象的腿的故事 大象的腿是圆的 但未必圆的都是大象 就好比说看到点心肝 它就不是大象的腿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做出 一个这样的方式 那远方的这种东西呢 你越模糊呢 它是代表的灯越小 它是一个光运 那我光运做完了以后 我怎么知道它这是一盏灯 你可以一点点的太白 Titanium White 然后加上原来的颜色 你把灯的中间稍微点亮 那圆圆看看就是一个灯 那地板的地方呢 你就可以用相对应的 比如说这边有一块白色的 那我们刚才已经画了 那我现在是把厚涂部分 我们刚才涂的 是像一个光运 我把它用刀的腹部 那现在呢是用刀的刀锋 跟刀腹 这个应该叫刀刃 两侧 然后我去做出呢 影子的反射 那越后面越模糊 然后穿越呢色块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色块跟色块之间 它就连接在一起 把它做长 夸大 这样的话呢 光影呢 它就会更明显的效果 那有一些穿过了 我们刚才的光运的地区 那现在是做一些模糊的地区 好 那我们这一次的示范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